这个光透出来太美了 今天是9月30号的早晨 下午就要飞往成都 飞往川西 现在已经到达了成都的机场 就在三个前之前我们还在广州 我们准备去珠峰 珠峰怎么走啊 珠峰 珠峰别去了 去川西嘛 珠峰不能去 我们一起去川西嘛 刚租了一个车大家伙 可以啊 我们可以坐得下 这车这么帅啊 上车好不好 好 来 上车 不熟的泡面 上车也很伤 因为饿 让我们看一下这三个人在干嘛 因为弹窗所以只能坐在路边吃泡面 早上好 现在是10月1号的汤定 今天是博庆节 早上博庆开乐 在哪里来的 一会给你收个和尚 好不好 都到了墙啊 哈哈哈哈 一直顶两只 请问一下你们在干嘛 这是在排什么景点吗 我们在排队 做和尚 狗狗呀 做和尚 这个是康定市最出名的景点之一 这是什么景点 这是人造的 康定市人民医院 对 这里是康定市人民医院 核酸是出来旅行 24小时的核酸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这里成为了每个游客的必须打卡的点 必须打卡 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什么康定情恶广场都不用去 以前是三晚不够钢 现在是三天三点不让上 这也好多个点 从防疫政策全面放开 距今才四个月 但现在看到核酸点 恍如隔世 之后我们整装完毕 正式开启川西之旅 请就独自开一看大海 从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疗伤 三百米 我们沿着哑拉雪山附近的公路行驶 计划日落之前找到最佳机位 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小湖边 这里可以拍到两座雪山的倒影 哇 羊啊雪山落日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 红彤彤的一片了 超级好看 我们看一下 哇 这里插播一个教学 拍摄湖面草原 一定要降低高度 来营造速度感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炸鸡了 问题不大 大江YYDS 太阳落山之后 气温骤降 然而我们还没有找住宿 一位藏民走过来 询问是否需要住宿 祝藏民家勾起了我们的兴趣 并且这位妹妹十分热情 又是盛酸奶 又是切水果 晚饭都帮我们解决了 午夜时分 我们去找白天才好点的位置 拍摄银河 现在是凌晨两点 星空基本上拍完了 但是也出了一些小叉子 说功说功 回到院子里抬头发现 云雾散去 竟是满天星河 现在四度 咦 还是有点日出的 这里拍岩石 拍了一夜 看一下 相机 全都是水 十月份的塔工草原 城屋弥漫 散落的房屋 在草原的映城下 格外美好 这里物产并不算丰富 但精神世界 一点都不匮乏 塔工斯以助力千年 朝圣者分支他来 他们深知敬畏 他们十分淳朴 我们挥手作别热情的藏族人家 沿着318公路 继续往礼堂的方向进发 我们路过摄影家天堂之称的新都桥 路过中国送荣之乡的雅江 说起雅江有点意思 它的县城面积很小 目之所及就是全部 它也是318入葬的必经之路 是否是从哪儿骑过来的 成都 成都 然后到拉萨是吗 还是骑到哪儿 我们就往里面 帅 太帅了 就是我们刚刚走过的 318 18道拐 我们现在到达了喀斯玛山 海拔多少米 4700米 4718米 开始有点凶闷了 不过正彩良好 不过正彩良好 来自海拔4718米的 喀斯玛山的 猫牛肉串 继续出发 礼堂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快下来快下来 超红某 打起来就是 超红柳 Mm, 天哪个海拔 是因为我的天哪 神明的 就是喜欢狗的 宝贝 超红柳山的 海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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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路爬坡终于到达了错卡湖 其实我们并没有听过错卡湖 还是一个小时之前路上偶遇的小姐姐推荐的 说实话 我第一眼看到他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个场景可能只有在画里或者在梦里能见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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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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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